各位南岛乡亲大家好 我是欣欣米 欢迎收看今天6月18号礼拜时的南岛新闻 如果乡亲都很记忆的岛英雄一帅 全款改成工厅将于要来等工 由管长李明珍请主主持党拓开工电力 它的工厅需要用到四百一十工时间 未来将会等五号来设计岛英雄一帅 道路踏车的问题 并创连岛英雄一帅 连结区它的观光景点 中间就是说 刚才动起来为什么不开工 路过向乡亲吉台很久的岛一高一一帅 也就是近山农楼特款改成工厅 真是当工 一切圆满吉祥 这条近山农楼特款改成工厅 是路水桂山观光楼望 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这一 连结路过一只水里 正宜丁丁的乡丁 可以对客户来去跟商量 吃菜调求甚至二十多贪 理查够有活动来解释六个 向乘菜的问题 公路总局第二区工程师 给我们核定了将近六千四百多万 县政府配有一千四百多万 总工程会是七千五百多万 那么近山农楼开通之后 这条路可以直接连接一五一线 就是由一五一线到完这个吉吉镇 然后到新台十六线 那么现在最夯的双农七彩吊桥 也是能够从这边就能够直接过去 把这个观光路一路畅通 让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大路可以通行 这条道路透光工程中等1.5公里 路面看到对原本的三只四公里 透光为九公里 需要十天时间带有四百二十天作用 更想也表示会快进来完工通车 我们本公司也会秉持着 那个品质第一安全至上的宗旨 然后尽力让在我们过年前 能够把这条那个透光道路完成 使那个当地居民在过年过年之前 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道路 那个道路可以通行 然后也要麻烦那个管线厂商 也尽量配合才可以让本工程 可以在过年之前顺利完成 这条道路总经会需要七千六百三十万 有公路总教核定保障六千一百八十万 管政府丢配合款一千四百四十九万 希望广队完成了后 未来会有后来所改道一国一山 倒路踏车的问题 并串连道一山九山 两个区域观光景点 够您算差不多